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今天就來到廖家牛肉麵 正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剛好我今天店門口很熱鬧 他現在一夜時間越來越短了 是早上10點到下午2點而已 這個米其林必比店推薦的店家 這個小菜相當的多樣 那我最後一碗大碗的牛肉麵 謝謝 好,小菜等一下請在這邊 那我想一份豬耳朵,謝謝 不能加湯 好,那這個就是豬耳朵 你要吃牛肉麵嗎 牛肉麵,小碗 小碗的牛肉麵 有煙燻的感覺 坐裡面可以嗎 坐裡面可以嗎 好,謝謝 這邊目前比較 我這樣一盤50塊,我覺得有一點貴 台北市的齁,寸土寸金 個人可能比較推薦點豆干跟海帶 蛙豬耳朵吃起來是很清爽 好,個人推薦吃這個小魚豆干 或者是這個沒有切出來的海帶豆干 好,但是要這個調味料要自己加喔 好,這個導工站 這個導工站 好,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米其林必比丹的牛肉麵 那現在就吃吃看 加入這個大蒜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先給它泡一下才不會那麼辣 哈哈 那這樣一碗是 250塊塊塊塊 嗯,相當過癮喔 好吃 好吃 好 好,真的很棒喔 那店家也很親切跟客氣啊 好,牛肉燉足的很入味 好,現在改變一下風味喔 好,現在改變一下風味喔 就加點這個油脯辣子 陳如您所見,它牛肉比較小快一點喔 好,湯頭不錯 好,加了適量的油脯辣子之後也變得很好吃 好,加跟不加都美味喔 就看您自己的選擇來看 好,在這邊吃牛麵就是一種享受的感覺喔 好,在這邊吃牛麵就是一種享受的感覺喔 都滑了 湯頭就是 這是濃郁清點 讚 特限自己加一點蒜頭 這樣吃起來味道會更棒 如果你敢吃的話 現在要吃什麼 小牛 等一下收一下 我要放在外帶 你要不要再好 你要不要再好 我要一個小的麵 你也要幫你煮嗎 要 要小塊嗎 我要 豆干還太快 豆干跟 豆干就好了 好 傳統風的牛肉麵 真的很美味 這是一碗湯頭麵跟牛肉都好吃的牛肉麵 只是更像牛肉再大塊一點 哈哈 燒燒有點不過癮啊 但是味道很棒 然後店家親切 裡面冷氣很強 那就蠻推薦給朋友來吃吃看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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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不知道 剛才你要起動 搖了一下 那個有起動 然後先出一些 等一下有嚴格說 真的 好 然後 這個味道 一味 再來一次 現在是一碗嗎 右邊最後面六桌 哪個位置 要吃牛麵嗎 大牛 大牛麵 外帶 外帶兩碗不足的 小牛 吃兩個小牛不足 分兩袋還是裝一起 分兩袋 分兩袋 吃起來超過癮 你吃到小魚就好嗎 小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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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牛麵跟大蒜 真的是很合拍 跟皮蛋也行 好 夾皮蛋會讓你想像不到美味的皮喔 好 讚 好 總共是三百元 謝謝 三明五百 大概兩百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這個就是 米西林必比登推薦店家 那各位來 就最後用三一塊 掰掰 然後店裡面生意超級好 這個店外面這樣看起來還蠻美的 好 心中美麗喔 你看的東西都是美麗的 你心中醜陋 我的影片什麼都是醜陋的 哈哈哈哈 喔 聽得懂就聽得懂啦 聽不懂的也是沒辦法啦 這邊有蠻多蠻特別的店家 好 那就希望能夠 讓各位陪我發現更多世界的美 還有食物的美啊 好 掰掰